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爱的教育 亚米契斯 母亲的希望 安利科 当你放了学 投到母亲怀里的那一瞬间的感觉真是太美好了 的确如此 你们从老师那里听到了很多让你们懂得感恩的故事 是上帝把我们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从此我们永远不会分开了 即使到了你父亲和我离世的那天 我也不会对你说关于再见的话的 你知道吗 我相信我们还会再见的 只不过是在另一个世界里 在那里 所有辛苦付出的人都会得到补偿的 在那里 每个人都会重新遇到自己生前最爱的人的 那是一个没有烦恼 没有忧伤 完全自由的世界 但是 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到那个世界中去的 我们必须多做善事才行 安利科 你要听好 你的每一个善行 你对别人的感恩之情 你对别人的付出做出的回报 这些都会使你越来越接近那个世界 而且 每一份不幸 每一份痛苦都会让你更接近那个世界 因为痛苦能赎去你所有的罪过 眼泪能洗刷你身上的所有误恨 你每一天都要做得比前一天更好 要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具爱心的人 每一天早晨 你都要对自己说 今天 我要做更多的好事 要让我的父母 同学 老师 兄弟 还有其他人都更加喜欢我 而且 你要向上帝祈祷 祈祷祂赐给你把这些愿望变成现实的力量 你要这样祈祷 万能的上帝 我想成为一个善良 高尚 勇敢 温和 诚实的人 请您帮助我 当每天晚上临睡前 母亲来吻我的时候 我希望能对她说 母亲 您今天亲吻的 是一个比昨天更正直 更有用的孩子 安利科 当你离开人世的时候 你在那个世界里一定会更幸福的 你一定要做祈祷 当一个母亲看见自己的孩子 双手合十祈祷的时候 是她最高兴 最幸福的时候 你难道想象不到这一点吗 每当我看见你在祈祷的时候 我总是会觉得有人在注视着你 在赐给你力量 我觉得那一定是仁慈伟大的上帝 每当想到这些 我都会更加感激生活在我周围的人们 我都会更加努力地劳动 我都会以一种平和而又安静的心态来看待死亡 啊 亲爱的上帝 求求您再一次聆听一个母亲的心声吧 我希望在我死去的时候 也能让我时时看到我的安利科 能让我为她祈祷 为她祝福 安利科 祈祷吧 让我们一起来祈祷 让我们做一个善良的人 让我们永远相爱 让我们的灵魂当中永远怀有那种神圣的希望吧 你的母亲